相信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那么一提到电脑 它差不多应该是这个样子 要不然也应该是这个样子 主打就是一个大而全 一级多用 然而对那些图形图像 或者是游戏性能要求并不高的家庭 或者是办公的用户 美观体积又小巧 性能又能满足绝大多数 使用场景的迷你主机 那就变成了更多人的首选 那么今年的618 普通台式机跟迷你电脑的销量 更是达到了惊人的1比4 那么也就是每5个想买电脑的人 那其中有4个 他就选择了迷你电脑 而这一台可以满足99%以上的家庭 或者是办公用户的需求的 这么一个产品 才是大众消费者 在PC细分领域更理性的选择 那么在今天 我非常荣幸的可以跟小伙伴们一起见证 迷你PC新的细分领域的产生 欢迎大家来到 迷你PC2.0的时代 这次非常幸运地拿到了 IRNEO的RICHO系列的第一台的迷你PC AM01 好 咱们接下来开个箱 大家可以看到 它整体的包装是属于比较简约且复古的风格 打开包装就可以看到它的说明书 一张保修卡 和一套复古的游戏的贴纸 对于我们这种80后的小伙伴 看到它一定是回忆满满 那么接下来就是小主机的本体 一个12V 6A的电源 一根SIT线 一根HDMI的线 一个2.5英寸的硬盘拖架 一个国标的插头 两包螺丝 三个替换的磁吸装饰块 和一包拆机的工具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装饰块和贴纸 简直就是小时候满满的回忆 那小感觉 嘖一下就上来了 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AM01是按照苹果的第一台个人电脑 麦金塔复刻而来的 那么无论是从外观还是材料 无一不透露出阿亚尿团队 对复古风格的理解跟诠释 这玩意儿简直就是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整体的设计非常简洁利落 完成度也很高 无论是色彩的搭配 还是一些小细节 比如说这些开机的按钮 还有一些软盘的刻线 就连外壳的材料的质感 还有屏幕上小笑脸 都做到了神还原 作为复古的爱好者来说 它简直就是捉搭的神器 很难描述我第一眼看到这款机器的那种情绪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这样同样的感觉呢 AM01这台小主机目前有两个型号 一个是AMD的5700U 另外一个是AMD的3200U 技术拿到的是5700U 整体的大小实测是131×131×56 8核心16线程 CPU的标准频率是1.8GHz 最大锐频是4.3GHz TTP功耗是在15W 它搭载了AMD的Vega8核显 核显频率是1900MHz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IU接口 正面的一个USB3.2G1的C口 一个3.5毫米的耳麦接口 背面的一个2G45的千兆管口 4个USB3.2G2 一个HDMI 2.0 一个DP1.4 还有一个DC的电源接口 我们拆开底部的四颗螺丝 就可以打开底盖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底盖上有大量的通风格栅 打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在笔记本上比较常见的液压的静音风扇 我们取掉风扇的三颗螺丝接起风扇跟散热器上的密封胶条 我们断开风扇的供电就可以取下风扇 风扇下面就可以看到四颗管的导热装置和它的散热片了 接下来呢我们取下四颗螺丝就可以拆下它的导热装置 翻过来看它的颜色呢应该是纯铜的 那么散热片呢现在目前是看不出来 我估计呢应该是铝制材料 在散热硬件上呢确实是堆料满满 那我也非常期待它们的散热表现 CPU旁边呢是我们的WiFi模块 那撕掉贴纸呢可以看到是英特尔的AX200 断开WiFi的天线跟副版的排线 取下固定主板的四颗螺丝 我们就可以把主板整个拿下来 那主板的尺寸呢是10x11的大小 那背面呢是一个群联的NVME 容量呢是512G 实寸呢在读取的时候是2300M 那写入的时候呢是1700M 两个内存插槽插了两根16G的 微钢的3200M的DDR4的内存 那在它的旁边呢还有一个标准的 SATA的电源跟数据接口 那外壳的内侧呢是前置IO的副版 这个下面呢是可以扩展一个2.5寸的SSD的 那旁边呢是电源的开关跟WiFi的天线 那整体的布局呢还是非常紧凑的 Ida Niko作为一个出掌机的公司 那对于极限空间的散热 还有性能的调教呢那是有天生的优势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AM01它的性能的表现 ID64单烤FBO30分钟 那核心频率呢全程可以稳定在2.8G核子左右 那CPU二极管的温度呢最高只有63度 那表显功耗呢全程可以稳定在34瓦左右 那机身的最高的温度呢也只有36.8度 那Web大叔诚不起我啊 这个性能释放呢是相当的稳定 那么作为桌面的小主机 那它的风扇噪音呢就变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参数 那BIOS在默认的风扇策略呢 其实是相对比较激进的 那使用官方的优化设置 在保证了性能释放的前提 风扇的噪音呢却有了很大的改善 那我们使用分贝仪调到A加全的模式 那模拟小主机在桌面的使用场景 我们这呢白天的噪音呢会有点大 在39分贝左右 那主机离人30公分 那待机风扇的噪音呢也是在39分贝 所以说几乎是听不到的 在烤机的时候呢 人的位置风扇的紧造呢也只有40分贝左右 那我们就算离近了10公分极限贴脸侧 它的噪音呢也只有43分贝 那整体来说呢 使用官方建议的这套风扇的参数 在保证了性能的同时 对噪音的控制呢还是相当相当的不错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在Windows下 跑了一些日常测试的软件 CPU-Z单线程529 多线程呢4428 3DMark Time Spy 显卡得分560 CPU得分3250 CPUMark基本功能得分8605 生产力得分7050 内容创作得分5226 由于机器本身自带WiFi6网卡AX200 我们也做了一下无线传输的测试 无线的握手速率呢在1900兆 我们使用Homebox内网测速 下载呢1.7G 上传呢853兆 那这个参数呢是基本可以满足日常的家用 和轻办公的WiFi使用场景的 那其他的测试参数呢在这就不给大家念了 那总体来说呢 它是可以全面压制我们公司的办公电脑 10500的 那对于家庭或者办公的使用场景呢 绝对是绰绰有利的 接下来呢我们使用小瓦最新的工件呢 进行了嵌入式系统的测试 那整体的待机的功耗呢会在3.5瓦左右 那加密算法评分AES 56906分 XX20 322151分 Chrome Mac CPU得分 319872分 它的最高功耗呢会在33瓦左右 那这个评分呢也是全面可以压制 英特尔N系列的所有小主机的 在IRNEO官方的演示片里 那么他们着重突出了游戏的属性 那我们呢也同时跑了几个游戏的测试 在BIOS默认的设置情况下 1080P的中画质卢阿卢 团战呢是可以稳定在80到90帧的 1080P低画质的原始人可以跑到30帧 那么中画质呢就只有278帧了 基本呢也是可玩的状态 古墓利眼暗影1080P低画质 基本呢可以平均跑到27到30帧左右 地平线锁60帧 最高呢只能上到720P的低画质 地平线5低画质 1080P平均帧可以稳定在43帧 900P呢则是可以稳定在58帧 大表格2 1080P低画质平均帧可以稳定在30帧 那900P的低画质呢 平均帧可以稳定在37帧 赛博朋克2077 1080P低画质平均帧呢 是可以在24帧左右 那720P的低画质呢 平均帧可以达到34帧 这里呢我们不难看得出来 一般的网游呢 它都是可以流畅的运行的 但是3A游戏 你要想流畅运行呢 那么只能舍弃一点点的画质了 那么对我个人而言 我觉得最适合AM01调性的这个游戏呢 应该是各种怀旧的模拟器 或者是Steam OS这一类的游戏 无论是FC还是MD 那这才是复古小主机 应该有的调性 本次呢我们也体验了一下 IRSpace 2 那你可以通过它的预设快速调节对应的游戏性能 3A游戏呢是35瓦 普通的游戏呢是22瓦 复古游戏呢只有15瓦 当然TDP呢也是可以手动的调节或者微调的 你还可以调节FPS 那锁定你想要的帧数 也可以自定义你自己想要的新的预设 在这儿呢你还可以调节风扇的策略 在默认的转速配置里面呢 有5个选项 那么静音均衡狂飙和个性以及全速 你在这里呢可以设置风扇的曲线 那你也可以在这里切换成阶梯算法 那最后面呢是一个CPU的锐频开关 IRSpace 2还自带了设备监控系统 点击这里的选项 它就会在左上方弹出小主机的一系列参数 那这里可以选择极简横向和纵向三个选项 有了这些呢就可以非常方便我们掌握主机的状态 不用再去安装第三方的软件就会非常的方便 那这次的更新呢也增加了对小主机跟鼠标的优化 那在玩游戏的时候呢就可以更加的得心优手 好总结 像您看到这儿呢 大家都应该会对Ionio Ritual系列的第一款 迷你PC AM01有了一定的认识跟了解 那经过了这两三周的测试呢 那金水呢是真的是从心里喜欢这个外形 那感觉它的产品经理 对细分市场的用户的把握度呢 是非常非常的到位的 那么这款产品无论是硬件还是做工 在目前的迷主机里面呢 也算是第一梯队的存在 那唯一比较可惜呢 就是它网口只给了一个 而且呢只是千兆的 那如果它能给两个2.5G呢 那就更好 那由于金水拿到的时候呢 还不知道它们的定价 那相信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它的价格就已经公布了 那不知道会不会让各位观众老爷动心呢 从第一台图形系统麦金塔的诞生 到今天PC个性化的细分市场 从大而全到现在的小而美 迷你PC的产品呢 也逐渐走向成熟跟多元化 那说到PC2.0 那我个人的理解应该是 它针对不同的使用人群 跟不同的场景做到极致的优化 精心设计的外观 而不是公模抄来抄去 高度的可玩化的硬件 匹配定制化的软件 那结合不同的文化领域的诠释 这才是真正的PC2.0的产品 好了 到这里呢 也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伟大叔跟其他的厂家呢 也可以带来更好的 迷你PC的产品 那么感谢大家的支持 你的每次点赞评论和转发 都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技能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